看法把时间交给袁建兴 袁建兴你好 李婷你好 那么今天市场上跌停加速非常之多 已经出现了三位数的一个跌停加速 同时我们也看到连续经过调整以后 市场投资者今天情绪上有了一个放大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那我想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就感觉那道选择题 节前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 似乎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度入场 那我想可能是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我刚才说那道持比还是持股的选择题 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老袁这个似乎是有意加上去的 我不认为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 完全确定的一个答案 如果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一个答案 那今天就不应该跌幅不到1% 而是可能3% 5%了对吧 所以这个未必是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那么从市场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在节后我们指的是中秋节的节后 节后呢我当时在分析这个市场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有两个支撑 一个呢就是半年线 另外一个就是六四日均线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这边不再展开讲 比较简单的就是当初突破六四日线 和突破半年线都是一气呵成的 没有经过反复的一个调整 也没有经过踩实的一个过程 而是一波拉起来的 那么在这一波拉起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 我发现投资者的一个情绪 拉到非常高 非常饱满 就跟吹羊泡泡一样 已经吹到很大了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话 这个情绪可能就会像一个泡泡一样 一戳 爆了 从高位情绪会跌到低位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高科技还是大消费 包括像茅台这样的一些股票 都是连番上涨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那好多投资者感觉 现在就是一个大牛式的一个环境 似乎这个市场天天能够赚钱 只要你拿着股票就行了 那么在同时 我们也看到像政策的一个环境 现在也是跟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一样 保持的非常温暖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各种这种有利条件的一个支持之下 而指数在这个60均线 120均线突破以后 在高位 在接近前高 3048点 3052点的时候 似乎来到了一个缺氧的一个环境 就如同是猪马拉玛 当然现在这个位置 提猪马拉玛可能是太高了一点 但是感觉上似乎是氧气比较稀薄 最后的那么一点距离 尽管看起来出手可及 似乎隔一天就应该可以到 但是每次我们看到利好来临的时候 只是接近了一下 从没有摸到 那么这就让我感觉到非常警惕 所以因此最近一段时间 似乎老是在寻找 如果回调的时候 底在哪里 回调的时候 哪里有支撑 那么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 比较详尽的一个测算 从日线周线以及月线 结合黄金风格 从2733点涨到3042点 涨了309点的 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现在来看 第一个差不多已经到了2920点左右 那么后面一个位置是2888点 很好记的一个数字 那么现在来看 已经非常接近前一个位置 那从对这个盘面的一个理解角度来看 我觉得短期一波快速下跌 基本已经到位 但是调整远没有结束 怎么来理解这层含义呢 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 短期嘛 听起来已经似乎已经到位 但是从调整的一个角度来说 远没有到位 这怎么来理解 我觉得短期因为快速下跌 接连跌穿多条均线 已经面临六四均线的一个位置 我们刚才说突破的时候 没有经过反抽 那么现在122 就半年线突破了 往下突破了 现在来到了六四均线的一个附近 那基本上这个技术认误完成了 那短线也就到位了 但是这一波快速回落以后 市场股价的这种原先 一个比较有序的一个序列 往上走 有序的一序列 现在掉头往下走 现在还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吗 不是的 需要反复 不断的夯实底部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调整各自相应的位置 原先你说芯片位置 芯片股 它应该在几千年的位置 然后几层电路应该是多少 那现在经过一波波动以后 相互之间的关系乱了 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来不断的一个进行调整 只有等到调整到 好像又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序列 其中一个股票拎起来以后 一个板块拎起来以后 其他的板块也会相应的跟上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水到渠成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市场的未来一个调整的话 那恐怕时间会很长 那我们还是回到短期的一个角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全中股 哪些涨哪些跌 跌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几张图 那么这是第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全中板块涨跌幅的一个排行 那可以看到全中板块 我们按照全中市值来排 那第一位今天银行股 大涨1.23% 那有人看到银行涨 就很担心 银行是不是出来护盘 那对不起 今天不是护盘 银行今天你要说 它是护盘有点冤 因为财政部出了一个 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 一个征求意见稿 咱们新闻媒体 好多记者非常敬业 看到这个东西 马上就发出来 那研究员也非常的一个敬业 马上就写成研究报告 那其实现在还是征求意见稿 那征求意见稿的大致内容 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个 拨背的一个覆盖的一个问题 有些超了 超多了呢 财政部认为你这个超的太多了 那你又做这个利润调节的一个嫌疑 那现在给你划一条线 超过部分你必须变成利润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有超纲的 大概有十来个银行股 那就变成今年的利润 可能一下子会丰厚很多 所以这个呢 只是一次性的 今年如果是这样做了以后 那明年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呢是一次性的 我们强调这一点 就如同上市公司 我把有一块资产 进行了一个打包处理了以后 我今年有这么一笔收益 那明年我就没有了 那么现在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它毕竟涨了1.23% 注意它的一个权重 十万亿的一个权重 那十万亿的权重 可以覆盖掉下面多少呢 至少保险 酿酒 证券 期货 这三个它们加起来没有十万亿 那么它涨了有1.23% 那么基本上把下面的可以覆盖掉 但是第五位的电子元器件 它今天跌了4.02% 那你要想把它覆盖的话 那就覆盖不了了 所以今天指数就变成要下跌了 那从前面这几个 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另外呢资金流露 只有它是流露 其余都是流出 流出比较巨大的电子元器件 还有证券期货 那么这一点呢跟昨天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下面五位 下面五位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满盘戒律 软件服务 也就是属于高科技行业的 那么今天还是下跌幅度很大 流出有47个亿 那昨天我们关注过医药 医药呢 今天跌幅也不算小 但是流出呢明显减缓了 那么这是板块方面 再来看一下北向 今天到底怎么样 北向今天还是保持一个流露的一个状态 有31个亿 但是最近这几天 我发现北向到尾盘的时候 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流露 那么这个举动呢 我在想 可能北向是在当天 也在进行一个换股的一个操作 才会在尾盘的时候呢 出现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看一下啊 在下面这张图呢 是上证指数和北向的一个关系图 那么由这张图呢 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关系不大 那此外呢 这个涨跌幅的一个排行呢 可以看出银行是第一位的 那今天下跌前列的那些高科技 跌幅是偏大的 另外呢 给大家看一个指数贡献的一个排行榜 除了最后一家中科卵 是一个次星股以外 其余的无一不是银行 这个可见银行今天 对指数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稍时休息看一下 小编给我们准备的 市场热点信息 回头再来和嘉宾一起探讨 来 周四A股三大股指高开低走 创业板指领跌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2929.09点 下跌0.89% 深圳城指报9464.84点 下跌2.13% 创业板指报1623.79点 下跌2.92% 盘面上银行板块表现活跃 而数字货币 养殖黄金等前期热门板块 则跌幅居前 科创板方面 个股权限下跌 9月26日 财政部官网信息显示 财政部对金融企业财务规则 进行修订 形成了金融企业财务规则 征求意见稿 为真实反映金融企业经营成果 防止金融企业利用准备金调节利润 征求意见稿 对于大幅抄体准备金予以规范 社保基金再得大笔资金充实 25日 工行和农行分别发布公告称 其10%的股权 由财政部一次性划转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为稳投资 地方近期纷纷发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日前陕西 山东 江苏 浙江等地 均发布最新交通项目建设计划 四川集中开工一批 总投资规模超1800亿元的 交通重大项目 欢迎回来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场内的三位嘉宾 张吉能 叶鹏飞和丁伟明 三位好 今天市场经过这样一跌以后 很多投资者都关心仓位的问题 该持有多少仓位 可能才比较合适 我来听听三位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20%到30是可以 20%到30 那属于轻仓了 叶鹏飞呢 我觉得可以50% 觉得可以50% 50上下 对 阿丁 我觉得现在仓位应该控制在三成以下 三成以下 其实跟张吉能有点差不多 我们从张吉能这边开始 来跟我们聊聊 对市场 总体上你觉得这样连续下跌以后 未来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走势来 好的 我的观点呢 我觉得短期的市场 应该是一个接近反弹的走势 为什么这么看呢 我带张图 麻烦老编帮我切一下 那从今天上阵指数的走势图上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目前的指数的位置 它基本上是在跌破了30均线 然后同时又在接近60均线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 它会有比较明显的支撑 短期上的一个支撑 会进行一个反弹 那么我认为反弹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整个上阵指数 是从整个9月16号开始 见顶往下跌 那我觉得有些个股的话 它如果是从9月9号 有部分个股是从9月9号开始下跌 那我觉得提前下跌个股 它们具备一定的反弹的动能 这是我大概的这个从日线上得出的判断 然后麻烦老员帮我切下周线 那从周线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目前周线我划两个圈 一次呢是从整个7月份这次下跌 是走了一个黄昏之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也有一个类似于黄昏之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虽然本周的这个周线还没有说完 但大概率的这个是一个黄昏之星 近似于黄昏之星的这个K线组合 那从短线这个角度上来讲 从整个周线角度上来讲 我认为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结构 依然还是没有结束 但是考虑到前期整个上升的这个过程中 是有五连扬直接拉伸的 所以我认为整个市场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调整的空间或许不是很大 但从时间上来讲的话 目前的时间还不够 所以综合判断下来 我认为短期是一个反弹 反弹之后市场仍有进一步整顾消化 然后换筹换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概这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这是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 对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 高科技的一个板块 这个涨幅明显要比上证指数要强得多 那属于比较强势的小票呢 今天跌幅也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小票的话分开来看 一部分前期炒作的企业 没有一些业绩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话 他们的回落是比较 我觉得后期还会比较像众生这样去延续的 然后第二块呢 我觉得一些有业绩的相对来说 未来成长性比较看好的一些个股 或者说一些产业链里面的一些个股吧 那我觉得他们由于未来的整个盈利是比较确定的 在整个经济背景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后期他们还会受到资金进一步的关注 但是要等到他们个股的这个估值消化的比较充分 或者说等到指数比较起稳的时候 市场情绪比较平复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会有表现 那创业板会先上增指数而止跌吗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同步止跌 但止跌的时候呢 我觉得创业板因为跌幅比较 来的也比较大 那他反弹的可能幅度的话也会比较大 情绪上的话他的弹性比较好 也就是说假如要做反弹的话 是做小票弹性大 我觉得小票大票都可以做 我个人观点是我会去关注一些 就是前期领先于指数下跌的股票 就是比指数见顶时间更早一些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见底时间相对更早一些 那我自己心里面踏实一点 那看来还是股票排好队 你先跌了我再跌 然后你先反弹我再反弹 那这是目前盘面的一个情况 张吉能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叶鹏飞 那么叶鹏飞刚才关于仓位的一个看法 明显要比另外两位要更乐观一些 为什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因为之前上次我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说节前甚至于节后 这个营业会出现一个调整的 那么调整的话按照预期的话 现在像今天 应该是本周已经达到了 今天的话我觉得是过渡了 那么就是我现在观点就很明确 就是说中期它的一个推动逻辑 和这个整个的市场的推动力 它都没有变 甚至于应该还是相对 无论从资金政策 都是相对来说 更加的是加固着市场 那今天像尤其像今天的一个 就是说相对我觉得 尤其像科创板 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过渡的回落 应该是比较 情绪上反应比较过度了 那么这块的话就说 应该是受一个整个的一个 落代维安的一个情绪的一个 一个影响更多一点 那么这落代维安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是一个 国庆的一个长假 那这块的话 包括外围市场它还在的交易 那么这块的话 有一个星期 那么市场对这块是 肯定是有所回避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科技股 尤其像之前的一些强势的科技股 涨幅 涨的幅度比较高 第二个应该是到了10月份 就进入了一个 三级报的一个预期 对吧 那也就进入了这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期了 那么这时候就有很多的股票 那从无论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 还包括从情绪的角度来说 它都存在一个就是说 获利回途 还有就是说 对一些股票的一个证别 调章换股 那就是产生了这种波动 很正常的 那当然从今天 今天的市场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最后两个交易人 就是接签的最后两个交易人 应该是 我反倒是认为是可以 就是说进入一个 因为它调整下来了 看好的品种 我觉得可以介入了 那所以我的仓位 我觉得可以相对乐观一点 就是既然下来了 我倒是觉得可以相对乐观的 就是说至少可以达到 五成的仓位去过节 我觉得没问题的 彭飞跟刚才张吉能那个观点 差异上 我觉得你就多了一个因素 你就提到了 现在因为是要过节 有一个小长假 有一个长假的因素 有人想在节前 进行一个落代为安 那过了这个过程 那就落代为安的因素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经过一个下跌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反弹 那对这个观点 张吉能是怎么看的 好的 我认为市场呢 我觉得我认为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目前整个 从八月份以来的这个行情 它整个的反应的预期 不管是外部的这个预期 还是内部预期 都已经充分的反应在市场里了 那么市场后期 如果想要形成新的上涨的话 它必须要有新的预期 也就是说原来的动能 已经不足以再让它上涨 需要有新的动能 对我觉得短期动能 都在逐步的这个落地 那从这个基本面的方向上 我之前也这个就是带张图 那么就是说基本面方向上 我认为一个是技术面市场已经走出了一个 就是跌破整个20天线的这个走势 那从整个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短期是外部 这个像北向资金在流入 那像政策也是在趋暖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指数依然在回碳 那我觉得回碳的过程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内生性的已经产生了一个 需要调整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需求来自于本身的 对预期落地之后的消化 同时也叠加了整个对获利盘的这个消化 彭飞 我觉得好像张吉能所说的这一点 你也应该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你提到的一点 市场的一个环境 包括这个目前的一些政策等等 跟之前没有变化 还是很温暖 还是向上的一个态度 但确实之前指数2700多点 那现在呢 现在2900多点 3000点都摸过了 那股价不一样 是不是这里面 原先的一个上涨逻辑 在股价出现大幅上涨以后 我们需要修正 或者是我们需要用业绩来证明 我们前面的一个上涨是对的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两点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是上涨 上涨有的资金会选择一个落带为案 那还有就是说 要进行一个业绩的再次的一个验证 那么他也做了一些评判 那就会出现挑战换股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但我说的是短期 尤其像今天那个下跌 更多的是个情绪和技术上的 双重的 就是从我的判断角度 应该是双重对应到位了 那反倒是从立项的情绪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可以在节前 就应该可以着手 进入一个就是说布局阶段了 而且之前调整下来 那当然有些个股 可能不一定能够 再次得到那个 就是估值和业绩能够 就是说匹配 那这种股票你就放弃掉 那如果它能够继续匹配的话 那这种股票就是你很可以关注的一些标题 好 那这样 待会我们操作层面的时候 再来展开相关的一些逻辑 因为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从这两天的市场走势来看 好像可能就是说市场 就是说科技股对市场的左右 这个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就其他的可能暂时对市场的带动资源 还不是很大 另外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说上证50 当然跟银行股的今天表现有关系 上证50很明显已经有气吻的迹象 而且应该是它的气吻 对整个的市场 明天和下星期一 应该是有个比较好的作用 我觉得50指数的话 跟科技类的 恐怕资金不是同一个层面 对 不是同一个 但是是对市场 可比性比较差一些 但是对市场的一个情绪上 有作用的作用 刚才做了一个补充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阿丁 听听阿丁对于目前盘面 你刚才跟张吉能 持仓的一个角度来看是差不多的 那如何来对这个市场做一个评判 也展开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刚才做出那个三层仓位 三层仓位以下 以下这个判断 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 目前的环境有关 那么我首先可以做一个判断 就是市场已经步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市场其实已经步入中期调整格局了 那么每一波调整和上涨 我们给它定个级别吧 那么我今天带来一张图 是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放在一块的 我们放在一块 那么上证指数无疑就是 针对2733这个地点 也就是这一波的 起涨的起点一个总回撤 那么创业板可以看作是 针对1410那个地点的一个总回撤 那么今天走出 再次走出颇位下跌走势 因为在上周四来做节目的时候 当时我们那个已经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市场涨 市场应该是涨不上去了 有调整要求 因为当时那个市场 在那个位置 对就是老原化的那个位置 有不断的消息支撑 但是股指却果足不前 包括前面已经涨了一波了 那么我们觉得在那个位置 市场应该是有调整的 那么从今天的调整看 那么我们就说从我们的波浪划分开 那么市场应该还在 就是上证指数3042这个高点的 一波三浪下跌之中 三浪下跌之中 我不否认 节前最后两天 两个交易日会有一个反弹 但我觉得反弹力度应该不会大 因为市场经过大跌以后 你要一下子恢复元气 那只有在超强式的 超强式的市场里 才有可能这种走势 就是再度走出包袱阳线或者什么 我觉得那个目前的市场环境不太支持 节前的反弹力度不大 那么既然是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进入整个市场进入一个中期调整格局 那么我们索性就看这波调整的最后一个支撑文 也就是无非就是黄金分割位0.618位置 那么商增指数在2850点 创业板指数在1540点 那么商增指数今天已经 其实已经到了第一个支撑了2925了 但是2925支撑 我觉得明天盘中会破 那么既然是中期调整格局 那么我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 可以做一个判断 那么调整的方向 就是商增指数的2850点 日后看那里的支撑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通过这一波下跌反弹 再下跌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 在那里如果有支撑的话 那么后市还有反弹行程 但那个位置是不能破的 这个日后我们再做判断 那么从时间上来说 那么如果扣除那个11长价 11长价那个一周的交易 一周的交易周 那么我觉得这一波调整 有可能会延续到10月底了 有可能会延续到10月底 因为那个无论是从空间来说 还是从那个时间的幅度来说 我认为调整到这里 马上马上就说要止跌了 我觉得时间和幅度都不够 都还不够 所以可能还是要更长的一些耐心 来等待市场进行一个调整 确实目前的一个市场 经过了一波大幅的一个上涨 2733点 我们说上增指数 涨幅超过10% 涨了309个点 那么在这个位置出现 一定幅度的一个调整 本身就是应该到来的 那至于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要调整多久 要调整多深 可能市场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从近期的一个市场走势来看 上周周二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根大阴线 然后形成了类似于下降三法 这样的一个K线 那么到今天市场又果然又出现了 往下大幅下跌的一个走势来看 似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 恐怕是来势汹汹 就像刚才阿丁所跟我们做的一个分析 它是直接就往深度的一个调整的位置 去寻找 看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支撑 假如能够一步到位 那很快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 再看反弹的力度 来决定这个调整 这个下方的一个底部 到底要有多久 那初步刚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到10月底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 那我想我们先把大盘的一个讨论 先到这里做一个小节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 今天的一个有奖互动环节 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知识福利 免费送出三本炒股的实战手册 现在只要你打开股派APP 你就可以挑选一本 自己喜欢的带回家 今天送出的是三本手册 都是非常经典和实用的股票投资资料 里面包含许多股票分析方法和实战的一个操盘技巧 其中更有详细解析量价关系的内容 教你深入认识这种交易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股派APP上活动正在进行限时免费 活动只有两周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节前市场的一个连续调整 在剩下只剩两个交易率的时候 我们操作上要注意哪些 待会我们稍时休息 回来在板块绝经方面 再来展开跟嘉宾一起来讨论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既然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 调整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 感觉很讨厌 怎么我刚刚想要买就调整了 其实调整对于好多想买的投资者来说 是件好事 因为股价从高位到低位了 你可以定定心心挑选 而不需要去追涨 怎么不是好事呢 所以我们得听听三位嘉宾 今天在板块在操作方面 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好好听一听 我们先请出张继的 好的 从板块上的话 我是这样看的 就大的格局上 我认为指数下一个波段还需要等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刚刚提过因为指数目前的结构上 它是一个调整的结构 我觉得板块指数对应的 它也是个调整结构 大部分的板块 它暂时是没有办法引领整个上证指数 去走出一个新的行情的 麻烦老员帮我切一下图 我从下张图就是资金这一块 资金的话 我觉得从板块的情况上来讲 我觉得大的格局上 资金其实是在三个板块里面 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轮动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板块 第一个的话是科技龙头 第二个是消费龙头 第三个是大金融为什么这么看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整个经济的 大的背景是在一个下行压力 比较大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业绩比较明确 或者说长期的业绩的预期 比较确定的板块 是整个科技类的龙头个股 和整个消费类的龙头个股 我觉得他们的回调 是提供了一些长线资金或中线布局资金 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 同时在整个这两个板块上涨比较高的情况下 或者市场整个情绪 比较亢奋的过程之中 高位的一些整个获利的筹码 当他们留错的时候 他们又会去整个布局 整个低位的大金融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银行股的上涨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我认为银行股的高风红和低估值的话 是比较吸引整个资金 从高位流向低位的这样配置的过程 这是我大概对整个市场的认识 整个市场板块的认识 回到整个具体的操作 麻烦老爷帮我切下一张图 从整个板块上 我刚刚提过 我觉得科技股里面有部分的 这些产业的龙头是值得长期跟踪的 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是华为产业链里面的一些板块 细分的板块 我觉得一个是射频 我个人觉得一个是射频 一个是指纹芯片 还有一个就是电路板 还有一个就是功能器件 回到半导体板块 也是另外一个 我也是看好的 我觉得还有里面的细分的行业的话 包括像芯片设计 设备 模拟芯片 还有的话就是存储芯片 我觉得这些板块中的细分的龙头 我认为长期 他们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业绩增长 或者说整个发展预期向好的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等到他们回调到一定的适合的价格的话 他们是具备长期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 这个是我长期的思路 那么麻烦老爷帮我切下张图 回到最后的操作上 从操作上 我觉得第一个我刚刚第一张图的时候提过 我觉得大的背景 整个指数是一个回调的格局 我觉得未来的上涨是需要等待的 所以我会等下一个上涨的时候去找那些板块 那些板块它会有新的上升的预期去带领指数上涨 我在那个时候去会介入这样的一些板块 目前是一个等待的思路 第二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和消费类龙头 消费龙头最近的调整并不明显 但科技类龙头最近是有出现调整 但我觉得调整依然还不是一个充分的状态 那会等到他们调整比较充分的时候或者等到指数起稳 起码是市场情绪起稳的时候 等到有资金去介入的时候 我再进行一个坟地的布局 我不会在当下去直接进行布局 最后的话 我是觉得银行它从长期来看的话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 整个市场风险在释放的过程中 它相对来说有个资金回流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布局的 最后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讲 从短期我刚提过 就是说市场目前的整个调整 是从9月16号开始的 我会去关注一些 从9月9号开始出现调整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尤其是一些比较低估值的一些个股 相对来讲 我比较看好汽车板块中的一些个股 我觉得他们的调整相对来说 比较的短期是比较充分 所以我觉得短期他们下跌空间并不是很大 那么在整个临近节前 我也希望有个小红包 那么我会逢低去关注一下 这样的一些反快中的个股 然后试图去获取一个小的红包 是这样的 好 张奇能还抱有获取红包的一个希望 那么刚才把几个他关注的一个层面 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那接下来请出彭飞 听听彭飞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我接下来还是立足于四季度 我觉得这地方既然短期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更加适合去 很好的去布局这个优质的科技股 那么优质的科技股 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核心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一定要在目前的市道下 因为有的股票涨的挺多 那就这地方的话你要关注的 就是说它的估值与它的成长性 包括接下来的业绩 它的疲惫度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这几个因素的疲惫度没问题 那这股票你就继续持有 或者是说调下来 你就是说进入一个布局 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这边再提示一下 就是说可能我接下来 更多的可以关注一块 就是说大基金这块的一个二期 它们的一个投资方向 所谓的大基金 大基金就是指的就是 基层电路 国家产业基金 那么这一块的话就是说 它们一期曾经之前布局的重点 在这个芯片的制造 和芯片的设计这一块 那么二期的话 相对来说应该会偏向于 这个芯片的 就是说设备和这个芯片的材料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 是很薄弱的这两块 那么这块的话 我相信随着大基金的一个投入 那么会对这块的一个 整个一个产业的带动和促进 我相信是一定是 是非常大的一个推进作用 那么这块是值得 我觉得是值得跟国家的政策一起 这个方向和资金这个方向 一起去研究个布局的 那还有一块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我主观上 相对于是在主观上 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说科刷满的一个 估值的情绪的上面的一个 修复机会 就是这个的话 可能是接下来 应该是在10月 就过了节之后 我们可以去跟踪和关注的 一旦出现这种 就是说这种机会的话 不妨可以去参与的 彭飞你刚才说到的第二点 就是国家这个产业基金 大基金二期的一个事情 可能有的投资者 对这个不太熟悉 那一期的一个基金 这个投入以后 现在有没有看到效果 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你指的是产业 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 其实我们两方面都包括吧 对吧 产业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产业这块 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 上市公司 其实都有大基金参与的 那么它上市公司它的介入就是 而且介入它的相对来说 都是基本的第二 第三大股东 这个位列的 那么这块上市公司 经过这几年的 因为它得到资金的支持 整个的产业的发展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公司已经成为 相对比较 相对就是至少目前来看 都是比较有点优秀的 资本市场回报怎么样 资本市场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这三个月的这些股票 当然他们真正的 就是说受到市场关注 可能是这两个月 其实真正的上涨的话 其实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 涨得是非常好的 这是资本市场的 就是说 所以觉得 实际上这个大基金 第一期实际上在我们资本市场 已经产生效果 所以你现在开始关注 大基金的二期 未来对市场的一个 怎么说呢 可能一个引领作用 那么投资者也可以关注 这方面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请出阿丁 听听丁维明 对于目前市场情况下 投资者如何操作 布局的一个问题 来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个是近期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操作了 因为按照我的判断 市场应该进入一次 中期调整阶段 应该以回避风险为主 那么少去寻找机会 因为明显的投资者都知道 就是从上升指数 3042高点的下跌开始 反弹一次比一次弱 就是随后的每一次 反弹力度都很弱 个股的赚钱效应也很弱 那么在这个阶段 因为老股民都知道 经过两次强反弹操作以后 感觉不是很顺手 或者说利润开始少了 或者说大盘的反弹也少 那么最终演化为今天的大跌 那么我觉得不奇怪 那么既然是风险来了 那么这里还是以回避风险为主 那么我的建议还是严格控制仓位 总仓位控制在三成以下 其实上周四来做节目 我们已经给出了总仓位的控制 当时也是说锁定利润 把仓位回到三成以下 因为市场当时已经觉得 没有那么多像前期的那么多机会了 那么目前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节前最后两个交易日 我觉得短线的机会也不大 短线的机会也不大 市场可能有反弹 但力度不会很大 那么特别注意 大家特别注意科技股 科技股我个人认为 目前正在一个震伪的过程中 什么叫震伪的过程呢 因为前面科技股上涨得非常疯狂 有点 按我的理解有点浓缩版的519行情 就是当时的那种科技股 519科技股行情的那种走势 但是大家记住 一大批业绩不好的 或者产业在科技产业里面 接近西洋行业的一些公司 包括业绩很差的 甚至亏损的 也跟随着前期这一波科技股的上涨 上涨而上涨 那么我觉得像这批个股 中暴业绩下滑的甚至亏损的 它们的上涨应该只是昙花一现 最终会哪里起来再回到哪里去 而对于一批技优的科技股 那么我倒是认为 可以在后市的调整中加以关注 马上又要发布三季报了 大家密切要关注 那么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到 其实强势的科技股 之前最强的科技股 在高位的走长期上升通道的 一批股票从昨天开始 就有点不对的苗头了 那么今天更是高位的科技股 那个补跌造成那个科技股 产生恐慌情绪 创业版大跌 那么我觉得高位的科技股的补跌 应该是应该是刚开始吧 它们不会是 不会一下子止跌 那么我们还是要 在科技股的调整过程中 重点就是争别什么 争别业绩 证别它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用了两个字 证为 我相信在前期的科技股的上涨中 有一大批科技股 是不具备就是业绩和未来产业发展 这两者都向好的情况 那么这批股票 我认为可以坚决立场 换股换什么 换极优的科技股 那么现在的机会 我觉得作为仓位配置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注意可以配置一些消费力的白马 另外就是机油科技 总仓位控制再三层一下 好 还是强调一个风险的一个意思 在目前情况下 应该说马上三级报要出来 还是等一等看一看 看一看这些所谓的高科技股 有没有业绩能够给他背书 如果能有业绩给他背书 他自然腰会挺直了 继续往前走的 一旦如果没有这个背书的话 你让他挺起腰 他也挺不起来 这一点一定要强调 好了 我们稍时 接下来要请出场外嘉宾 今天请来的场外嘉宾是刘军 听听刘军对于今天大跌市场 是如何来分析的 来 今天护身两市均出现了 比较大幅的调整 成交量也伴随着有所放大 但是我们看到 以上阵50为首的权重品种 表现的依然是相对强势 而小盘股今天是主跌品种 那么上证指示 从昨天补上了缺口之后 依然在去继续向下 那么下方的60均线 也就是两线就会的一线 估计会在短线形成一定的支撑 也就是短线可能面临着 一个超跌的反弹 但是整体的调整 由于向下的惯性依然存在 所以说调整的态势 估计还要去延续 向下要考验2850到2880 这一代支撑的概率非常大 因此短线的反弹 应该以多看少动为主 好 欢迎回来 马上进入有看头来了板块 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出姚中元 请他给我们树立一下 今天的市场情况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放到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今天市场出现了泥沙巨下的 这样一个情况 可以说对我们可爱的投资者来讲 这里真的是伤不齐 那么我们说风雨过后 总要见彩虹 就算你对今天的下跌再不满意 发泄完之后 你还得往前去看 那么说不定在节前 市场是刻意挖一个坑 后面还有一波反弹等着我们 那其实呢 对于今天市场当中的板块 还是有一些 是有这样避风港的风味的 那我们不妨今天先来看第一张PPT 其实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 已经善意地提醒大家了 有一些大金融板块 前期是有连续北向资金流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当时在周五的情况下 就是维持在平台突破过后的 缩量震荡过程当中 有一个补涨的这种需求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虽然出现了下跌 但是大金融板块 却开始了它的一个表演 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去讲过 关于一些交通强国当中的一些概念 比方说像水上运输这样一个板块 它其实也是在前期的 一个横盘的过程当中 在缩量见底的过程当中 筹码有一个吸收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今天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呢 不过这一些 如果说你之前能够在里面的话 肯定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这一些都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要关注的是在节后 包括节前的这两天当中 有哪一些重要的技术看点和板块 那我们先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讲过一个技术走势 就是转折K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像当时这一个品种当中 就是在前期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缩量 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这样一个阳线 那我当时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这种转折K线出现之后 很容易创出一个新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虽然说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 但是像这一类品种当中 就出现了连续的三连阳 而且今天如期出了一个新高 那这就是我们在短期下跌过程当中 一定要去注重看的是 在缩量下跌 或者放量下跌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转折K线 而且这必须再有一个量能的放大 以及MACD在强势区域 和多头的时间段当中 那所以说市场今天既然走到了这里 如果说你现在还保持持股状态的话 那不妨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你手中的个股 有转折K线的这种机会或者现象 那如果说出现的话 那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转折K线呢 那说到这里 今天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位码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来看一下你手中个股 它后面到底是不是该持股 还是应该持币的 那说到板块的话 节前还是有一些板块可以去关注 来看下面一张PPT 就是这样一个旅游板块 那我们知道节前还有两天 可能市场还是会有震荡下行 但是我们知道旅游板块 我们看目前的走势 也跟前期两个板块一样 是在平台突破过后的一个 缩量震荡环节当中 那这样一个板块 又是在节后可能会迎来刺激点的话 那逢跌的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 那好的 今天的技术讲解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开盘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投资者交流了一下 咱们嘉宾对于板块仓位方面的一个建议 那现在我们要听听我们的投资者 您的仓位到底是多少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揭晓答案 每天五分钟 了解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万象 我是少女 在股拍APP 看宇观天下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下载股拍APP 免费领炒股实战手册 提升操盘技巧 欢迎来到微信零零看 从今年市场风格来看 业绩是投资重要的考量因素 临近三季报了 哪些行业将会迎来机会呢 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5G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周期 从5G基站建设 到5G的应用层面 整个产业链将会迎来投资试点 今年的三季度开始 5G的手机将会密集地 进入到发售期 这将推动手机产业链 景气度的反转 所以消费电子板块 或许是当下试点 最值得持有的板块 我们也欢迎 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发表您对于市场的观点 接着请袁建新 为我们揭晓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有关仓位是多少 这个答案已经到手 5个选项 我们一一来揭晓 A选项是满仓 有48%的观众 选择了这个选项 半仓以上是18% 半仓是9% 半仓以下是12% 空仓13% 那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空仓以及半仓以下的 这25%的观众 明天 周一 会不会操作 这个是我们也很关心 那另外呢 这个关于支持哪位嘉宾的一个观点 那么今天呢 是集中在咱们丁伟明这边 是有45%的 这个观众选择了丁伟明 跟你保持一致 那此外呢 还有16%的观众 他是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自己的看法 特立独行的 可以发过来 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播出 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观众说 高位股下跌应该是资金获利开始调仓换股的结果 因为目前无大跌的理由 市场整体能处于底部 回调是市场自身的节奏 第二位观众说 今天互质调整已基本到位 明日会有一波小的反弹 仓位较重的可适当减仓 节前挑选一些好的股票 控制仓位 这是两位的这个留言 第三位呢 是提到了刚才张吉能所说的汽车股 说这个汽车板块 没有跟着大盘有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四季度 整个四季度能不能看好 因为刚才张吉能也提到了一点 好像要想 节前要个小红包 这人家这个看起来想要一个大红包 这个还问了一下 怎么来操作挑选的话 好的 我认为整个汽车板块呢 目前业绩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在徘徊 那我觉得未来从长期来看 因为它现在是在低谷 它的方向要么就是横盘 要么就是向上 向上是个时间的问题 那从整个选股的这个逻辑上的话 我依然还是会比较倾向于一些 机优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尤其是有外资配置的 有基金重仓的这样一些行业龙头 原因的话 一个他们的经营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的 第二个的话呢 他们的流动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后期整个这个随着行业的复苏 他们是会有机会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在四季度的 四季度初还在四季度末 现在我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我认为短期它会有个反弹 然后中期来看的话 目前的股价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是一个安全的位置 如果拿得住的话 我觉得后期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回报 但是需要时间 好 实际上张吉呢已经给了你答案 无论是四季度初还是四季度末 那总是在四季度嘛 那看来可能还是值得期待 那么加上之前我们相关的政策 对于交通强国这方面也建议你好好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那我想有了这些 那基本上就可以对它保持更多的一些关注 那朋友们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或者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 咱们的小编会去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 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好的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那么马上回到明日抢先报 看一下在技术上出现一根大阴线之后 技术怎么看 来 看书籍限时免费领取 教你搞懂量价关系 看准买卖时机 快速布局9月操作 马上下载股拍 看不懂涨跌 拿不出好股 又让机会偷偷溜走 充当借盘侠 还不快下载会投资APP 领取免费福利 多工雷达 两步判断买卖点 红色观望 蓝色风险 简单易懂 上手方便 简单的谦让 互相的关怀 爱 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互相关怀的你们 很赞哦 七十年谈指尖 感受大国小家 沧桑巨变 七十年风雨里 记录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 七十年奉进中 见证中国精神 传承不细 上海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 精品力作 隆重庆祝新中国 七十华诞 十月献礼 敬请期待 燃气宝宝提示您 发现燃气泄漏 请打开门窗 关闭总罚 并立即报修 燃气热线962777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您好 中国银行 欢迎来到 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上古拍APP 免费领取炒股实战手册 提升炒股实战技巧 在明天的交易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技术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线报 明日抢线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增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上增指数 今天高开还震荡 然后一路下跌 五入均线是向下跌破了 二式均线 所以从走势上 直破六式均线 今天是收了一个放量的大阴线 那很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周五将会考验 六式均线的一个支撑 假如能够守住的话 那么有望去反弹 这一根是半年线的位置 那其实呢 对于上增指数的一个警惕呢 我们是从这一周 这一周呢 是中秋小长价前的最后一周 这一周上下波动只有29个点 引起了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等到中秋过后 在这么温暖的一个背景之下 居然离新高的位置 3048只差这么一步到不了 那之后呢 在这一周的第二根小阳线出现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判断会出现什么 下降三法的一个走势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一步一步在往下 这个向着我们原来分析的一个目标在挺进 所以越是靠近下面的 那支撑会越强烈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周线转空 日线空投 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915到2958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受到五小时均线啊 这根它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压制 一路下行 跌破了这根120小时均线的一个支撑 周五上午 如果还会出现一个大幅下跌的话 那么反弹就将呼之欲出 目前是一个空投的一个氛围 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也是高开 但是高开以后 它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震荡 直接低走 五日均线向下跌破了20均线 指数呢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挫 也跌破了30均线啊 这根30均线 收了一个亮平的超大的阴线 技术上1600点的这个平台处啊 应该会有支撑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目前周线空投 日线空投啊 它比上增指数呢 走得更弱啊 之前走得更强 现在走得更弱 所以保持观望 就参考的波动区间啊 明天1605到1643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那上午呢 是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下跌 但是午后是有所走平的 周五如果再度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么同样跟上增指数一样 反弹已经呼之欲出 指标目前是一个空投的一个状况啊 保持观望 这是明日抢签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回来再请出三位嘉宾 谈谈周五该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古拍独家冠名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态 我是邵尚武 在谷拍APP 看谷谈大师兄 谷拍 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老凤翔 更深的期待 更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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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共享 更美的未来 中国国际进口波浪会 新时代 共享未来 下载股拍APP 免费领炒股实战手册 提升操盘技巧 欢迎回来 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非常重要 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一个看法 先请出丁伟明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考量 明天是周五 是收周K线的日子 如果本周的周阴线 比上周的周阴线实体还要长的话 那么很简单的就说明一个道理 市场还在下跌趋势中 那么还是多看少动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看周K线 看周K线怎么说 那彭飞呢 我都是觉得短期 像最后两天 我都是觉得可以 因为情绪上 我觉得反应过度了 可以适当的 就是力情绪去 做一些买入的动作 那本身仓位高的投资是不是 那就要看就用这两天 去把它调整换过 优质的股票 一定是要优质的股票 好 每一个人要没有国家的话 你怎么活 你到哪里去 身为中国人 要尽力量 为人民做的好事 为国家做的贡献 探索吧 因为是不停的探索 我们胖子热起 就很快又步伐出来 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充满了这个期待 拼你的智慧 拼你的这个掌握的知识 上一代是站起来的 我们这代是强起来的 大肯定比你胆变得更强 技术赋能的新服务经济时代 核心价值产生于何处 对于相当多的服务来说 就是在这个交互过程中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服务者自身的这个技术数字的提升迭代 我觉得仍然是推动这个行业正选环的一个基础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 学者和服务业企业代表 将针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与实践的话题 进行深入探索 有垃圾我不着急 垃圾从前看仔细 生菜生饭和香蕉皮 不吃的食物住这里 有毛巾掏刺杯子 可以挤的生活用品住这里 纸张布料凭此玻璃 和温熟物它在一起 费电池和温度地 有害垃圾一定要注意 不同的垃圾分类处理 观众朋友晚上好 本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的A股是我们看到 要继续回调 上证下跌0.89% 跌破120均线 创业板指数更是下跌了2.92% 创下四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除了银行板块一度拉升护盘之外 其余板块全线下跌 两市成交额5380亿元 但是我们看北向资金 继续呈现一个逆势净流入状态 流入金额25亿元 主要流向了银行